下面我讲优术 有是有道 道下面就是术了 对吧 什么叫优术呢 优术就是你的职业能力 你的职业技能如何通过磨练来持续的优化 持续的提升 在这里边呢 我们把一个人的职业技能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做个人技能 所谓个人技能就是你一着练就能练上去的 比如说你做 PPT做得特漂亮对吧 你只要按照某些PPT的教材 某些PPT的培训 然后呢收集好多的素材 一人坑直坑直练 你就能让PPT做得很漂亮很炫 这叫个人技能 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技能叫做人技技能 就是你需要跟别人一块去练习的 比如说管理能力 比如什么领导力 对吧 沟通协调 这是人技技能 OK好 我们来看个人技能该怎么练习啊 个人技能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叫做一万小时定律 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 你当你练一个什么东西 你只有练够一万个小时 这样你才能成为这个行业领域里边的 大师高手之类的 举例比如说练钢琴 弹钢琴 弹一万小时就至少能成为钢琴大师 对吧 能演奏节目 然后呢这个一万小时呢 如果按照每天三个小时的练习 大概算下来得需要十年的功夫 叫一万小时定律 一万小时定律没有问题 关键是看你怎么练习 我举个例子 那开车的出租车司机 他开出租车也开了一万小时了 对吧 开十年太正常了 对吧 每天何止开三小时 但是也没看那个出租车司机 开成赛车手的 是这意思吧 他没做练习 你懂了吧 他只是在自己的熟悉的 这个舒适的区域里边去 来去玩 什么叫练习 练习我们称之为叫刻意练习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不是一个人很刻意的练习 而是它是需要设计的 怎么个设计法呢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设计 这个设计它很有意思 我在里边讲叫像玩三小游戏那样练习 三小游戏大家都玩过 对吧 手机上的开心消消乐 这个很多人都是三小游戏的高手 对吧 一玩玩好几百关 都玩了好几百关了 这个然后你再重复去玩 那前面十几关 你会觉得很容易 对吧 啪一消 然后后边哐哐哐哐哐哐 全消完了 对吧 你肯定会是这么玩的 对吧 那你的能力是怎么从第一关 就只是很土的 随便消那么几下 一直变到几百关 你可以通过观察 很快就能发现 我消这三个后边就会落下来 然后就会跟着消呢 这个三小游戏 它怎么设计的呢 它是先这么设计的 首先每一关呢 它会给你个目标 那目标上写着呢 对吧 这关消三个牛 三个猴子 三个猪 然后这个目标 然后呢 它会教你个方法 对吧 就开始有指示 拿手指头上下动一下 那三个就消了 然后呢 如果四个消 手指头上下动一下 那四个消了 四个消完了 会一个新的一个法宝 然后你一消 就整个这一行都消了 这叫给你方法 对吧 然后呢 你那个每次消完一次呢 如果你三个牛的目标 你消完一次 正好一个牛没了 于是呢 正好那个目标里边 就告诉你小个牛 是这意思吧 游戏就是 每一关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如果你这关全消完了 就给你三颗星 或者两颗星 或者一颗星 给你个奖励 你的练习也是 你的技能练习也是 像游戏这样 首先你要确定个目标 比如说有人说 我要练写作 我要写的像 著名这个什么什么写手 或者什么著名的 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咖 什么什么萌之类的 那个写成这样的水平 OK 你定了一个目标 然后呢 你就要把这个目标分解 你就要看他那个文章 到底是什么样的 于是呢 你就会把这个目标分解 他主要写故事 你知道吗 我一个朋友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写一堆故事 对吧 然后每个故事都是 就中间穿插着 鸡血画这样的东西 你要把他那个故事 确定成一个目标 说我要写一个 跟他一样的故事 比如说 做工作到底是要 是不是要做 自己感兴趣的呀 对吧 他写过 然后呢 你把这个目标 列成了一个目标 完了之后呢 同时呢 你就要有方法 写这样的文章 是有方法的 怎么描述一个故事 怎么描述细节 怎么能吸引读者 这是有方法的 这时候呢 有一些人专门会去教 怎么去写这样的东西 举例 比如说 如果你要想写这样的文章 主要多看看文案就知道 广告文案 全都这么写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写完了之后呢 你要让一些读者 给你一些反馈 他们读完了说 不吸引我 没意思 或者说 哎 这挺吸引我的 然后呢 同时呢 这些反馈呢 又给你告诉你说 哪不吸引你 哪吸引你 你分清楚了 然后你在第二遍再去改 当你改了那么几遍之后 你的那个文笔的水平 就会迅速提升 你就会写成 特别让人喜欢的文章 这叫目标方法反馈 所以你看 健身 同样是健身 有的人自己跑步 有的人专门找个健身教练 那个自己跑步练习的 就没那个找健身教练的人 速行速的快 那找健身教练的人 三个月半年 那人余线 马甲线就出来了 但是你自己练习 就往往叫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对吧 你更可能是焦虑的 因为对自己的身体 过于焦虑而办个健身卡 然后就结束了 对吧 然后练那么两星期 结束了 对吧 为什么找教练的 速度会更快 就是因为教练能给你反馈 你懂了吧 别人给不了你的反馈 教练能给你一个合理的反馈 而且是及时反馈 你只要做一次 什么仰卧起坐 做一次什么这个佛冲 教练就告诉你 这动作有点不对啊 你马上就知道 教练干的就是反馈 所以有好多时候 如果你的职业能力 你要做到的是 就是如果有人说 我想学忧语 我想学PPT 先确定一个目标 你想学PPT 肯定要先做一个 PPT的课件出来 对吧 做一个PPT的汇报出来 然后有些方法 你去报上个什么什么课 现在免费的课 收费的PPT课 也就一百多块钱 讲挺好的 还留作业 然后按照这个方法来去练 练完了之后 最好如果你有的PPT群 或者有人PPT高手 你让他给你做教练 你做出一个结果来 然后发给PPT的 什么微信公众号里面 他给你做个点评 说你这儿调一调 那儿调一调 颜色配的不太好 配成其他颜色 就反馈 反馈完了之后 重新再建目标 这么循环的多次的练习 你的那个能力 就会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提升 这叫个人技能的提升 第二个合作技能练习 所谓合作技能 比如说管理 比如说领导力 比如说沟通协调 对吧 比如说人际沟通 比如说情绪沟通 就你如何能感知 对方的情绪 比如说这个如何说话 等等 这叫合作技能 对吧 现在不是讲好多 该怎么说话 你该怎么提问题 讲全是这个 但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 好多人拿一万小时定律 来练合作技能 无效 效果特别低 因为一万小时定律 是练自己的 就你自己一人玩的嗨的 合作技能 往往都是带互动的 你得有很多很多的互动 在互动中学习 有这么一个社群 有一个团体一块去学习 这个时候 你的成长才会快 所以对于合作技能的学习 我们的方法叫做社群学习 现在不有好多好多的社群吗 我作为这个培训师 作为老师 作为创业者 我就加了各种各样的社群 你知道吗 有什么这个个人成长的社群 有什么读书的社群 有什么如何打造IP的社群 有什么微信公众号 营销的社群 有什么如何写作的社群 我就加了好多好多的社群 学什么东西呢 我就到那个社群里边 然后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社群里边 有导师特牛 于是呢 你就问那个导师 然后导师呢 就开始这个 给你留好多作业 然后你去开始练 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就不光是给导师 然后再跟社群里边 各个成员勾搭 跟他们聊天 他会教你一些东西 你的这些东西 马上你就会用出去 而不是说要去做刻意练习 所以合作技能 靠的是社群学习 对吧 所以现在为什么社群这么多 就是这个原因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参加各种各样的社群 QQ群 微信群 这是很重要的 它不光是提升你的 这种合作技能 它还提升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人脉关系 你会有外界大量的人际关系 你会认识好多好多其他的人 这些其他的人都是弱连接 就是他跟你也不是特别熟 但是他觉得 你这人还可以 于是你在外边 你要找个工作 对吧 你要让他给你点个赞 什么的 对他来说就是过手的事 你递个简历 他说还行 我帮你递一下 我给你背个书 这还能带给你新的人际关系 在未来找工作 往往已经就变成 不是说我必须要到什么 纸联招聘去投个简历了 可能你的简历就通过这种社群传递 就传递出去了 好 这样合作技能 用社群学习的方式 用跟随导师勾搭社群 然后在社群中用 这样你的合作技能 就会变得越来越高 你的沟通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就是这两种学习方法 这两种学习方法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能力 OK 最后再讲正心 什么叫正心 就是一个人如何对内发现 现在它流行的词叫初心 对吧 什么不忘初心 奉得始终 寻找初心 就是那个正心 就是你自己持续不断拥有的 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能就是你这个生命认为 最值得的东西 那么有好多人 他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当他把这个初心忘了 不能叫忘了 就被干扰了 对吧 因为你在成长过程当中 会被很多人干扰 你的父母 你的老师 大学老师 其他同学 对吧 天天干扰 干这个吧 干那个吧 出国吧 考研吧 考公园吧 然后呢 这时候你自己的那个心啊 自己的那个想法就藏起来了 它就跟那个神兽一样 它就隐藏掉了 对吧 血藏起来了 偶尔呢 漏那么一点 你就让你难受一点 然后呢 就这么一直藏起来 藏起来 到最后呢 你可能这辈子 干的都是其他人 让你干的事 不是你自己想干的事 所以呢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 你得抓住 发现自己想干的事 发现自己 你这辈子 到底想做的是什么 需要这样的能力 让自己这辈子活得值得 我们老讲 我缺资源呀 我们说的资源就是 钱 我缺钱呀 我缺钱开公司 我缺钱能让自己活得更滋润 我缺钱能让自己提升能力 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资源 好多人忽略掉 叫做时间 钱可以挣回来 钱丢了可以挣回来 你会看到 钱的那个大富翁 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是大富翁的时间 跟你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平均寿命八十年 三万天 所以你的时间是固定的 这才是你最重要的资源 你要做的事让每天活得值得 那么好 该怎么办 这张图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张图 美国纽约这帮人做了一个实验 他在美国纽约的大道上 梳了一块黑板 在这个黑板上写着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就让过路的人写 你知道吧 然后过路人看到这个 他就鼓励 来写写 然后不同人就拿不同的分笔写 什么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有去学个什么什么东西 没有跟自己亲爱的人说一句话 没有跟自己的父母怎么样 怎么样 写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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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然后让大家看完了之后 就会觉得很感动 就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缺憾 这就是我人生想做的事情 这个视频在网上你能搜到 然后最后就给这些每一个人一个板仓 说你要把你自己遗憾的事情擦掉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要去做了 你要去做 你要让自己的人生不遗憾 通过这个游戏 可能很多人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自己一辈子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做什么事情才会不遗憾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那么同样 怎么发现一个人内心真正的需求呢 我在这里边列出了五种方法 这五种方法 我每个方法都试过 第一种方法叫做 未完成事件之魔咒 我举个例子 各位看右边这张图 如果你看这张图 你才能猜到这什么电影 对吧 这是2015年特别著名的电影 叫港炯 这港炯里边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他跟他那个初恋 就差一个嘴没亲 然后20年之后他都结婚了 然后回到香港 就为了完成这个事 跟这初恋 把这嘴给亲了 当时最后还没亲 但是了断了 OK 我想说的是 这是不是一个未完成事件 就是你在过去已经做一半了 结果你受不了了 你就停了 停了完了之后 这事就搁你心里边了 你就必须得花个时间把它完成 我们所讲的很多时候 我们所讲所谓的梦想 所谓的理想 往往都是未完成事件 就是你在小的时候 你在小学中学的时候 你干了一个什么事 结果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 对吧 你要考大学 你父母让你学什么什么什么 这事中断了 然后你就扔了 但是你扔了 它还存在在你心里的某一块 时不时它就会过来挠你一把 让你觉得烦一把 然后你就工作了 找一个挣钱的工作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什么金融之类的 但是那玩意还挠你一把 对吧 你就很多被困 比如说你考研 考研就差三分 然后不考了 算了工作了 结果那考研的事 就变成一个未完成事件 植入到你的心里边 老挠你一把 对吧 这玩意就磨咒 当然还有感情的问题了 对吧 比如说你跟你初恋 一直烂恋一个人 从未表白 未完成事件 你知道吗 你就算接呼了 你可能还得跟你初恋 去他们家门 跟他表白 当年还是什么同学聚会 当年还是喜欢你的 虽然在那个时候 你可能已经没有这感觉了 所以各位 你要把自己的未完成事件 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找到那几个比较痒的 然后把它完成 或者了断 第二个我们叫下一代魔咒 什么叫下一代魔咒 特别是有孩子的母亲 或者父亲 假如你的孩子四五岁 你总会有个感觉 对吧 你有感觉就是 我希望我们家闺女 以后干嘛 我希望我们家闺女 以后当医生 我希望我们家闺女 以后当律师 或者有的人说 没有一个大的感觉 就是我希望我们家女儿 我们家或者我们家儿子 以后当管理者 我希望我儿子以后 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设计师 等等等等之类 你对他是有一个愿望的 这个魔咒 不是你对他的希望 而是你对你自己的希望 从西纪学上来讲是 因为你自己未完成 而绝对自己产生了绝望 投射到你的下一代 希望你的下一代完成 这是你自己的希望 OK 我想说的是这个 所以如果你想想 你自己希望你孩子 以后干嘛 或者你不希望 你孩子以后干嘛 你希望他大致干个 什么样的事 这就是你的内心的需求 你把你的那个内心的需求 完成就好 你希望他以后当医生 那好 你就去学医 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是要考医学 你可以看看医书 对吧 你现在有很多 你学个中医 对吧 这是你的希望 这是你的需求 不是他的需求 但是你可以通过 最下一代的期待 来去发现出来 第三个方法 叫自由书写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内心的需求 藏在潜意识里边 它不在意识中出来 你在日常生活中 吃饭 上班 聊天 打游戏 最后睡觉 它往往不冒出来 对吧 你的意识是个正常意识 那么这个潜意识 但是这个潜意识 老撩拨着你 怎么才能让这个潜意识 迅速的出来呢 对吧 给自己找一个空间 就自己一个人 安静静的 给自己找一段时间 两三个小时 比如说某一个晚上 然后呢 把你的网断了 把手机扔了 电脑 或者拿一张白纸 电脑开个word 或者开个写字板 然后呢 你要写的是什么 就写我自己内心 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提个标题 然后呢 底下呢 你就要自由书写 什么叫自由书写呢 就是脑子想什么 你就写什么 比如说脑子写不出来 你就写 哎呀 我实在是写不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内心 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这辈子到底想干的是什么 你想什么 你就写什么 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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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写出来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 你会越写越多 越写越多 越写越多 最后情不自禁 抑制不住 喷勃而出 写一万多字 我曾经看过 很多人写着也写哭了 这叫自由书写 你写着写着 你就会让自己的潜意识出现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那些 你再回顾一下 你那些词句 你就会发现 这些东西是我想要的 第四个方法 就这样提一个问题 叫做 其实也有点像自由书写 但主要不同的问题 这个方法叫做 假如十年以后 就是2026年的7月某号 这时候有个声音 这声音是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 你只有十年的寿命 十年阳寿 在十年之后的某一天 那一天 你就无疾而终 你无痛死亡 那么如果这十年 你觉得干点什么 你这辈子就不遗憾了 于是呢 你要做的就是把这十年的事情 列个清单 写出来 为什么我们说十年呢 是因为我做了很多的测评 我做了 我跟很多人做了这样的咨询 有一年的 有三年的 乔布斯不是说 想象一下你明天就死吗 对吧 但是呢 一年的一个 每个人写的东西都很统一 如果你说我一年就结束 你肯定直接把工作扔了 然后天天回家陪孩子 陪爹陪妈 陪自己另一半 肯定是这样的 它不一定代表你内心真正需求 它代表了一个是我们人 动物的真正需求 动物欲的归属感需求 但是十年就发现 你说我不可能 天天陪爹陪妈陪孩子 你陪爹陪妈陪孩子 可能也就占你十分之一的时间 你剩下九年的时间 你还得干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呢 你就会慢慢的写 列出来 这个你列呢 就会列出一清单来 然后呢 这清单往往就是你内心真正的需求 好多人做完了之后就说 啊 我这问题已经解决了 然后呢 第一个问题更简单 你知道吗 第一个问题 我会做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这个我还专门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做了测试 叫做如果干所有的工作收入全一样 比如说都五千块钱 你会做什么 假如你在一公司里边 你是这公司扫地的 你也挣五千 你是这公司CEO 你也挣五千 你没有股份 你也什么都没有 你就挣五千 你干所有的事都挣的钱是一样的 但是你可以去选择你能干什么 你会做什么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 不同人就会不同的选择 你知道真的有人会去选扫地的 他会觉得说我把一个东西 我把一个教室 或者把一个大街变得很整齐 我就喜欢看那感觉 我就喜欢看他们特别干净 特别整齐的那样的感觉 这也许就是你内心真正的需求 好 这五个方法 每个方法都靠谱 当然第二个方法稍微差一点 下一代魔咒 假如没下一代 我这不结婚没孩子 或者结了婚也没孩子 这个方法就差点 当你有孩子 你马上就出来 那魔咒马上就出来了 其他四个方法全都靠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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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